大家好 金根根說好 在我們明天的最大PVC 在土地裡還有巴士的 這不是巴士 是露營車 露營車 露營車 今天美國時間是 我的手錶怎麼沒有動呢 12月18號下午3點 剛剛才剛下課 那我們要先請打開18 18 對對好遠喔 18在這裡 是誰呢 媽媽豬 媽媽豬 好可愛喔 媽媽是穿了一件花花洋裝 所以他們就是一家人都收集了 我好喜歡這個 然後大家做好看 哇好可愛喔 所以我覺得好像他們兩個穿睡衣耶 可是佩佩跟媽媽好像 應該也是穿睡衣吧 所以這就是我目前收集到的喔 12月18號已經快要結束囉 只剩下 只剩下沒幾天囉 所以呢非常期待之後 會不知道還有誰 你們覺得會有爺爺豬跟奶奶豬嗎 我覺得應該有 我們到時候看看吧 同時呢我們也要打開 這一組呢 佩佩豬 Little Camper Van 佩佩豬的迷你小露營車喔 嗯 我知道他露營車有出好幾款吧 好像有個大的還有個小的 所以我們要打開是小的 是迷你 Little Camper Van 好可愛喔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 好打開了 打開之後呢我們先看一下佩佩 這個佩佩呢很類似我們之前介紹過的佩佩喔 他帶了一個 穿著紅色洋裝 然後畫畫畫有張愛心太陽眼鏡 然後呢很可愛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Camper Van 露營車呢 這台非常迷你喔 是長這樣子 好可愛喔 是長這樣 然後他底下呢也是四個輪子 很順的可以滑行 他打開的方式是直接這樣打開來 然後這一組呢 是不能發出聲音的喔 因為他是迷你的 他有一個大位子跟一個小位子 我們可以讓媽媽豬 很順的做上去囉 然後再讓佩佩豬 做到後面 可以可以 剛剛好可愛喔 其實 其實真的蠻可愛的耶 我們用喬治來做做看 喬治 也可以 爸爸豬呢 你覺得爸爸豬做得起來嗎 你覺得爸爸豬好像有點太胖耶 不能 oh no 爸爸豬你太胖了 你要減肥了 所以只有媽媽豬可以做喔 爸爸豬太胖了 然後我們看如果佩佩給他硬擠進去的話 好不好可不可以 看佩佩住 然後呢 喬治給他硬擠在這 欸其實可以耶 啊 只是喬治卡貝中間 所以這個露營車呢 只能坐兩個人喔 而且只有媽媽豬才能開 爸爸豬太胖了 沒有辦法開 OK 所以還蠻可愛的喔 所以這就是今天打開的喔 我覺得這組還蠻可愛的 喬喬你覺得呢 你覺得這個露營車好玩嗎 對 你搞笑的梨豬 你搞笑的梨豬沒辦法進去做齁 你家喬喬正在吃藍莓 所以真的好可愛喔 所以請期待我們之後的介紹喔 嗯 我們會把另外一組大的露營車拿出來 比較一下 然後會有大小露營車評比 請各位期待之後的視頻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 掰掰 掰掰